海王星,太阳系中最遥远的行星,近期的观测发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现象。 通过太空引擎模拟的海王星图像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表面的云层。 然而,最近的观测显示,这些云层似乎神秘地消失了。 2000年代的图像显示海王星上有大量的云层,但微博太空望远镜最近的观测几乎没有发现云层的踪影。 这与科学家们的预期完全相反。 海王星的年长达165个地球年,一个季节约为40年。 目前,海王星正处于夏季,但奇怪的是,它似乎变得更冷了。 以前的红外观测显示,可能是由于其上层大气中的某些特定气体造成的。 海王星的大气中有甲烷,这种气体通常吸收阳光并使大气变暖, 但也有乙丸和乙缺等碳氢化合物,这些化合物通常反射红外光,使大气变冷。 科学家们原本认为,气候变化是逐渐发生的,但在2018年至2020年之间,海王星温度变化却非常剧烈。 更令人惊讶的是,这些变化似乎与太阳活动有一定的关联。 虽然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关系,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。 几年前,海王星上突然出现了一些奇怪的黑点,可能是风暴,但它们很快就消失了。 这些现象可能与太阳活动的极小期有关。 尽管海王星距离太阳有30个天文单位,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海王星的一些变化与太阳11年的周期性活动有关。 太阳在2025年将达到其活动的顶峰,而在2020年,太阳的活跃程度已经很高,这可能解释了海王星云层的突然消失。 科学家们猜测,可能是由于紫外线破坏了海王星大气中的甲烷,使其降温并导致云层消失。 然而,这一切还只是猜测,目前我们还没有确凿的答案。 海王星的气候变化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未来几年,随着太阳活动的增强和新观测数据的积累,我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答案。 新的观测研究将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海王星及其大气层的奥秘。 尽管目前我们对海王星的了解还很有限,但未来的任务探测将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这颗神秘行星的信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